女将军意外发现暗处的刺客 只见他纵身一律 来到男人身边 成功替男人接下刺客的眼睛 顿时场面慌乱起来 主人 大夫 大夫 叫你撑住了 盼着李初着急的样子 独孤静瑶却有点痛中带露 因为在他第一眼见到李初的时候 就被他玉树临风的样子深深吸引 最后还是体力不止 晕倒在李初的怀里 珍珠为了感谢 他对夫君李初的救命之恩 竟然把静瑶接回府中亲自照顾 可他万万想不到 此举会让静瑶对李初无法自拔 不久自己将会被逼的 走投无路的境地 原来珍珠为了成就夫君大业 拿出了能调动独孤军的麒麟令 希望独孤静瑶能打开关口 兵助李初收复长安 既然麒麟令一出 独孤静瑶也只能兑现承诺 便答应了珍珠的请求 而后为了商讨军情 独孤静瑶和李初便有了朝夕相处的机会 可是女子为将 让军中的其他将士很是不满 为了以正军纪 李初当即处罚了不满的将士 并教育其他人 跟着我李初只提才能不问处处 更别提外在皮箱贺信里 你们的做法自以为是给别人下满威 其实是丢了我的脸 李初的这番言论 说得将士们心服口服 当即便给独孤静瑶到了前 李初的维护 让独孤静瑶再次对他拉起好感 隔天 李初便带着独孤军及其他将士 直去长安拼死搏杀 最终大败叛军安庆续部 成功收复大唐首都长安 因为军营中独孤女人的身份 李初对他特别照顾 不仅让部下专门收拾一间营帐 还特意给他准备了热的洗澡水 这让独孤静瑶很是感动 很细心啊 摸着桶里的热水 独孤静瑶想起了李初就他时的情景 于是他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我独孤静瑶愿投诚大逃 一听这话 李初激动地一把扶住静瑶的肩膀 独孤军的投诚 可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突然李初意识到不对劲 这才尴尬地收回了手 独孤静瑶为了表示承认 他要送给李初两份大决 一是他探子收集了 安静虚调兵的情报 李初看完相当惊喜 随即独孤静瑶又拿出一张纸给他 这张纸可不简单 里面详细记载了独孤家 特有的护心境制造方法 不仅有原料配備 还有锻造部装 这要是推广到军中 那他们的装备立马提升一个档次 有了独孤静瑶的投诚 李初如虎添翼 不知道怎么感谢独孤静瑶的大礼 那就欠着呗 等殿下收复洛阳回来 我再来逃 然后静瑶像个情窦初开的姑娘 娇羞地离开了 看着独孤静瑶离开的背影 李初突然觉得这份大礼有点烫手 此刻他才意识到 独孤对他一样的情感 长安收复后 皇帝声势浩大 带着皇室成员签了回来 独孤静瑶也不再矜持 主动向李初表白心意 希望李初能把他当女人看 他是一个爱慕殿下 并愿意把所有身心都交给他的女 我不急 总有一天 殿下心里会有我的位置 你就这么觉得 这么自信 李初表示 你就不怕日后伤心难过吗 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对于独孤静瑶的自信 李初反而有点不知所措